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吗 我是李玉春 我不知道你那边的时间 所以祝你早安 午安 晚安 慢 当然慢热了 自己唱歌 好像比较喜欢一些 另类一点的 就是主要个性一点的 之前一直觉得我应该是短发 但是我最近找到了一种 扎头发的新方法 所以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 就桌上这一块 对 这个 M406 豆沙裸色 有啊 就是早年间时尚感不强的 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看到以前的照片 我会觉得特别的有趣 然后 我会觉得 应该是那个时候 给现在留下了一些改造的空间 其实我觉得刚刚的电影节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沉重 其实它就是大家穿着自己喜欢的一些服装 然后来参加一个电影的一个盛会 然后在这里大家的一些交流 会有不同的一些身份的人 比如说歌手 比如说模特 比如说 嗯 其他职业的 就是 喜欢电影的人 会来在这里聚会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红毯真的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事情吗 它 就大家都会走红毯 就是一个展示自己的一个空间吧 嗯 我的心态是比较放松的 就它不是那么的沉重的一件事情 发型和眼妆 发型和眼妆 我当时在做就是这个唱片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没想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嗯 这个名字真的是在最后的时候 就是 我的同事都在问我 你的专机到底叫什么 然后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然后我就 自己戴着耳机 我记得当天是在公司 然后我就把所有的歌曲听了一遍 反正戴着耳机我就觉得 我就叫在吗 那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其实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 我脑子里面就是 一针一针的画面 电影画面 嗯 那个就是 过去12年在演唱会的现场 我跟大家共同的一些记忆 所以我就只想问在吗 没有梗 没有梗啊 就是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梗啊 在这儿 那么你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